台湾第一个国家级的艺术电影院华山电影艺术馆正式开幕 说放映国片以及艺术电影也提供年轻导演放映作品 期许能够成为新的电影基地 文化部耗时七年赤资九千万将原本台北酒厂的制酒包装室 改装成华山电影艺术馆 两座放映厅308个座位 还请来音效大师杜杜之量身打造影音设备 影像的这个它的艺术性也好 它的这种本身的质地也好 这个是要讲求的 那在这里永远可以有一个 可以让人家看到观赏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台湾的孩子 他非常的接近泥土 可是他心里对于电影以及电影所 韩运的那种创意的能量 他永远是缘缘不绝 这个地方虽然小 那就是台湾一种缘缘不绝的力量 电影艺术馆不止放映艺术电影 也提供台湾年轻导演一个放映作品的舞台 影展的方面真的对培养观众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一个国家你有没有电影这个文化 它不是它真的不是只是靠少数人 它要整个国家包含整个体制整个法规 都有一个很完善的规划才有可能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希望有更多的 像华山光点这样的地方 继台北光点之后 看小众电影的选择又多了一个华山光点 侯孝前希望未来能效法法国 每周播放电影给小朋友看 潜移木画培养下一代对影像的洞察力 华山电影艺术馆开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